既然大家決定要做愛心 我們就做愛心 來 我先問一下大家 你要做這個 你要先看到的是 請問這個愛心的話 請問你 它是單一個形狀嗎 它是單一個形狀嗎 不是對不對 對 重點來了 我們剛剛用到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3D C H 我們都只用 敲敲敲 都只有方塊而已 那我怎麼去加圓形的 怎麼去打出圓形的洞 各位 你說打圓形的洞 還要投影圓形再來敲 我會跟你講 你瘋了 不要有那麼多美國時間 有比較快的方法 好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 自己開一個新的 我們這次開新的 我不要從立方塊開始 你看一下 開新的 是不是還有其他四個選項 對不對 其他四個選項 那 我們現在就直接從空白的開始好嗎 第二個就是空白的 第二個 Empty 這個就是空白的 就直接開一個空白的就好 好 我們就從這邊進來 那你多大 這個倒還好啦 這倒還好啦 按下OK 好 這樣就出來了 現在呢 大家有空白的時候 請從左上角這邊 工具麻煩你換一下 來 請往下面 有沒有注意到下面還有這個 這裡 對 從這邊 點下去 你看看有沒有一些基本的形狀 盒子 圓柱 圓 這個是三角錐 其實他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從外部把什麼 STL 叫進來 誒 哥還記得剛剛我們講說STL是什麼 是很多那種共通的3D模型工具 對 你可以 假設你想要 誒 我就拿一個別人的 我也可以直接叫進來 然後在裡面再來改 我跟你講 你們家房子也不是你一磚一瓦蓋起來的 你可以買好之後再來改裝成你的家好嗎 對不對 那所以說其實你可以去外面找 那哪裡有3D模型 好像你可以找這個關鍵字 T HING GIVE TINGIVE 好像是這個 對對對 這個 來 我把那個關鍵字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這裡抓起來 這個 你可以找這個關鍵字 這個 這個網站上有很多的 就是那種3D鏈的模型 TINGIVE 那 這個網站呢 他就不是一般我們像 這樣做遊戲啊 那種3D模型 他就比較單純 就是3D鏈用的比較多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去找到很多 這樣記起來的嗎 沒有記起來沒關係 如果你隨時需要 我可以隨時叫出來 好 OK 所以我從這邊叫進去 你看 你看 有沒有 這裡有 你就 Expolar就是 探索一下 找一下 找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沒有很多 對不對 你要一些物品的 你就從這邊 進來 他就有一些人家做好的 那你要找那個 像我們找一些 人家收集的 這裡 也有其他的目錄 有沒有 3D鏈的 你可以找找看 其實很多你在 像銀聖印的那隻恐龍 這邊也都找不到 因為這上面呢 會有很多人去分享 很多人分享 所以它上面的 並不是給我們 一般的那種 遊戲的那種做 主要就是 很單純的戰地模型 當然你在這邊 可以找找就是中文的關鍵字 英文的 中文的應該找不到 好 這樣子的話 你點擊就可以把模型下載 然後匯到 3D捨立裡面來用 好 那我先回頭 好 那你要哪一個 下載一個 那我找一個好了 我用搜尋的 他可以搜尋 我找 魚 有沒有 看過 銀正有送過魚嗎 沒有 他只有送恐龍 是嗎 魚是我們第一年來的 喔 所以 不在今年的 有沒有看到這一種 有的對不對 點下去就可以下載了 這個我也有下載 裡面有兩隻 就是一隻是那個 他一隻是那個 在前面一個是那個鑰匙圈的 孔洞在後面這樣子 好 你看進來了 右上角有沒有一個叫download 有沒有 在這邊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 這樣子 左下角 有沒有就直接下載了 裡面解壓說之後就兩條魚 他可能還有其他檔案啦 但是原則上就是那個STL 你就可以拿來用這樣子 好 來 那我把它打開 解壓說 好 點進去 檔案在這裡 你看我現在解壓說的 他會有一些說明 會有一些說明 檔案在這邊 有沒有兩條魚 STL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魚的話 你把它叫進去 我們就找到這裡 有沒有 從外面的檔案 點一下 那你就去選擇 你們家的魚在哪裡 他就幫你把魚叫進來 不過老實講這個魚 我是覺得不太適合 用在我們的 3D-SH 因為他這個魚其實 你印出來之後 他就是活動的 就是會動的 他後面印的孔洞也是一樣 那我們3D-SH的話 其實 他印出來 我是沒有在裡面這樣特別印過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因為我怕他這樣印 因為 我們3D-SH有一個特點 他就是 他不是那個 那麼Smooth 就是那麼平滑的 你看我會進來之後 剛剛你看的這個魚 他是比較平滑的 你看這個線條 有沒有比較平滑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會進去之後 因為3D-SH的特點就是 你來 可以 但是我會幫你怎麼樣 幫你做的 有沒有 這樣 這是他的特點 因為他不是要給你做很平滑的東西 你要做平滑的東西 我就不建議用這個做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 好 所以你這樣進來了 這個 打勾 確定 有沒有魚就進來了 你就看你要放哪裡 這樣會的 好 所以這個我先刪掉 那我們現在呢 要的是什麼 就是很單純的 再回頭看一下 請問這個你要什麼形狀 圓的有 但是我要一個底呀 請問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換個顏色 老實說紅色會那個 老實說紅色會那個 來 這個 圓的這個沒有問題 請問外面這個呢 這個要怎麼做 圓形 正方形 舉行 舉行 你可不可以用組合的 各位 這樣子可以嗎 加一個半圓嗎 但是半圓怎麼來 剛剛你看裡面有沒有半圓 圓的一半對圓把它切一半 所以我現在 已經把步驟講好了 已經先想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先找一個 這裡 有沒有一個 這個 立方塊嗎 對不對 按下去 是不是進來了 進來了之後你看 左上角 有沒有 有沒有縮放 我現在是不是在做縮放 比如說我那個不用那麼大 各位你一定要 把這個印象 先保留在你的 眼睛裡面好嗎 我盯起來 來 這樣 你要這個 請問他有那麼厚嗎 沒有對不對 因為 太厚的話不行嗎 太厚是 那個宮廷劇裡面才有的 來 縮小一點 這樣會很冷嗎 好 我縮小一點 可是你看 你滑到每個邊邊 我可以 這個邊 也可以這樣 如果你是在對角 是不是等比例縮放 對不對 那我要 壓扁 我是不是拿到上面來 一壓 這樣有沒有壓扁 這樣了解 那至於說你要 多厚就 你自己決定 這樣清楚嗎 我是都有照他的規則來 我真的去量一下那個尺寸 所以 你如果看我的教學 我就是照那個尺寸 在這邊 你真的要照他的尺寸嗎 我真的有量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我認真的 哈哈哈哈 哪邊到哪邊多厚 因為 如果你真的要做這個 要準嘛 不要這樣子喔 你看喔 我這個東西 人家 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是要能夠合得起來的 可以站一聲的好嗎 哈哈哈 所以我有很多失敗品 哈哈哈 有沒有 有沒有上下你也可以交換 這樣 才可以在一起啊 如果你放上去就掉下來 我只能跟你講這樣 戒指沒有套牢 不行 對不對 嘿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 為什麼這邊我要特別寫一下 因為真的要量一下 不然你這個 扣不住啦 因為我們這是要組合的 所以你要扣得住 我們現在先練習就比較沒關係 你就隨心一點 隨心一點 因為你現在只是單身嘛 對啊因為我們現在只做一個叫單身啊 你要做兩個才是 才要合在一起 好來 所以你就先壓扁了對不對 是不是有一個的 啊 對對對好聰明 有同學注意到這裡的 你看 我怎麼知道到底拉了多大 你看這裡 當你滑到它上面的時候有沒有上面有尺寸 所以我一拉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厚度在變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 3D所以雖然沒有說那種很精準的工具啦 但是它還是有提示 有提示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自己看一下大概多少 好 這樣我是不是我的 這個 先準備好了 好 那 有了這個 我還要一個什麼 是不是一個圓 不是圓 是圓柱 對吧 圓柱啊 上面這個是一個圓柱 一半的圓柱嘛 所以 現在呢 這裡 先打勾 剛剛這個好了 我再來這邊 找它 圓柱 是不是叫西令的 按一下 哇 有沒有很大一個進來了 好 一樣的 這個時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來我先拉到旁邊來 我們剛剛那個多大還記得嗎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是 多少 不記得 先取消 我再重點它一下 來 你們好像都一定要用這種功能 這樣才有記憶 來我把它放旁邊 我現在是一個90 20一個100 200 20是它的高度嘛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需要一個圓 圓柱圓柱 好進來了 那這個一樣我是把它壓扁 請問它的高度是不是要扁20就好了 跟這裡是20是不是一樣 所以我就先把它壓壓壓壓 壓到20 好 20了 OK 那我再往外移動一點 你看你模型進來之後 我們左手邊這邊有沒有一樣移動旋轉 鏡像跟縮放 我先把它移往外面一點點 把它移往外面一點點 好拉過來拉過來 這樣子 你可以先看一下 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它好像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上面的大 是不是到100而已 我這邊是128 所以我就在把它壓扁 來 我用縮放 但是我找 你如果覺得 那個用角落不好壓的話你就先壓一邊嘛 有沒有這樣壓到100 這樣是不是壓到100了 另外一邊 轉一下 所以用3D switch有個好處 可以讓你比較不會老是喜歡找聖誕老公公知道嗎 因為聖誕老公公的 交通工具是哪一個 對 用它有沒有一個好處 你要常常轉來轉去的啊 不然你就會迷路啊 對吧 太冷了 這邊還102喔 所以我還要再怎麼樣 再壓扁一點喔 有沒有這樣 100 乘20乘100 來 這樣子的寬度有沒有跟這邊比較接近 但是這裡我看一下90是另外一邊高沒關係 這樣我可以確定 我的寬是不是跟它一樣的 那你要組合在一起的話就把它拉拉拉拉 拉進來 有沒有這樣 所以 這個還不夠 這個 還得再把這邊壓進去一點 到90 10 好到這邊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那這樣差一點點我就再用這個 拉過來 請問這樣子有沒有做好了 這就組合在一起了 這樣會嗎 還是你覺得這樣太難 太難有別的方法 下載 蛤 怎樣 直接下載 當然是可以啊 我真的有提供模型 我可以講如果你要直接拷貝的話不用那麼麻煩知道嗎 我在這裡有提供那個原始檔的樣子吧 我看一下最下面 我記得有 我記得我有提供原始檔 這個是STL有沒有 然後 我沒有3D-10H的檔案 其實這個就應該是 這個是GIF的樣子 把這個已經我已經變成圖了 我好像沒有放3D-10H的 真的沒有放 那也沒關係啦 你就先看一下 你們覺得這樣會不會太難 有點難 那我用 簡單一點的 我再做一個 如果你覺得這樣要湊出那個半圓形不太容易的話 我先把這個叉叉 一樣 你叫出來其實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用剪法的 很奇怪 3D-10H我都用剪法 一樣的 你先把 這個 我先把這個 複製一份可以嗎 模型可以複製嗎 可以 請你用這個工具 我這裡先關掉 這裡 你用這個箭頭的工具就好了 箭頭工具去點到你原本的那個 立方體 你看我現在來點這個立方體 點到他 有沒有上面有一個複製 這裡 對按一下 複製喔 只是他在原地複製 所以我稍微用移動工具把它往外移動一點 有沒有多一個 現在這裡一個 這裡是不是多一個 好 所以我好了之後我按個 打勾 那一樣因為 範圍變大了嘛 所以他會說要延伸一下好沒關係 好這樣子 我就有 是不是有這個了 好那現在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現在 不見了 還原一下 點到他 複製一份 移到外面來 但是你在移動的時候要記得喔 3DCH這邊你一定要把兩個分開 你如果這樣子 打個勾 他就兩個先合併了 就是有碰到的就變成一個模型 好這是他裡面比較特殊的地方 所以你把移到外面來 我這樣確定兩個是分開 對不對 好打個勾 打個勾 有 好 拍照 因為有些同學 他們是自己要坐車回去